原文作者Alison Abbott,科研人员希望通过维持大脑免疫系统正常工作来对抗失智和神经催行性疾病。 神经科学家Michael Hennigan知道激进的想法,需要令人幸福的数据来证明。 2010年的时候,很少有同事赞同他所主张的观点,大脑的免疫系统在失智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当他看到2010年5月的最新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他的理论时,除了兴奋,他也感到十分紧张。 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大脑白块附近的小胶级细胞团,他和他的团队交出了伊犁化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品系小鼠的一个关键炎症记忆,地形记忆改造后的小鼠看起来非常健康。 他们顺利通过记忆测试,大脑内也几乎没有阿尔茨海默病标志性的粘性蛋白板块。 然而,哈尼克知道他的同事可能认为这个结果太过理想,可信心存疑。 连哈尼克自己也对实验结果如此理想感到意外。 他原先预计交出这种被称为Lub3的基因,会对小鼠大脑产生一定保护作用。 但并没想到这种保护作用几乎能够预防失智。 他反复对这些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直至深夜,他不得不承认这些结果可能是真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证实了当年的实验没有出错。 他与同事引到复制并详细阐述了当年的结果。 此后大量研究更进一步证实了失智与大脑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采明了集中涉及的部分细胞和信号通路。 但是没有人能完全讲清粮子之间的关系,这种联系是动态多变大,随着疾病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即便如此,这个想法也已经引起了一样投资者的兴趣。 他们从中看到了一个目前尚未完全开发的庞大市场。 据估计目前全球有5000万失智患者,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30年, 该数字将更加到8200万。 总部位于英国的失智协会,Demacia Consortium是一个由责善组织和药物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他们估计投入了450万英镑570万美元支持8个药物开发项目, 其中4个都是以严正反应为把点的。 但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对于肺疾病的不同阶段,是需要强化还是弱化免疫系统? 科学家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此外,一些实际操作问题,也阻碍着二次海默定临床试验。 比如教授模型不慎完善,难以招募处于像早期的患者等, 这些问题都可能阻碍这种新方法的应用, 事实是迄今所有关于二次海默定的临床试验都失败了。 它就像一片雾云笼罩在这个领域。 尽管如此,德国弗朗恩或不算法与科学计算研究所的生物信息学家 Martin Hartmann-Nepitius专门从事业务研究, 他提到了研究人员已经提交了多项与炎症相关白眼有关的专利。 异常蛋白结块和周边组织肿胀, 二十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家Amor Falsheim是第一个描述师致症状和病理学特征的人, 他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个认知逐渐衰退的女病人的大脑, 他看到病整齐地画出了病人大脑中的斑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斑块中含有杯铁淀粉样, 蛋白和他有蛋白, 这些斑块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性表现, 在对受内脑组织早期的描述中, 阿尔茨海默还提到了小胶质细胞, 这是大脑中的一种免疫细胞, 潜息在神经元附近, 并根据观察情况, 在神经元旁边画了大量此类细胞, 还有报道说小胶质细胞主要聚集在斑块和脑部变形区域周围, 且患者脑体业内也能够检查到多种炎症分子, 熟细胞因子等, 这都让赫尼克被受服务,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 这反映了集体对停止损伤的被动反应, 但赫尼克却认为, 炎症可能参与急定的发病过程, 小胶质细胞目前被认为是炎症与神经推行性变之间的关键介质, 见多多多多数据换, 小胶质细胞主要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保护神经元和突出, 突出就是神经元之间彼此交流的连接点, 此外, 小胶质细胞在大脑内游走, 寻找天然威胁和问题, 当它们检测到感染性或其他异常分子, 如碑铁、淀粉、羊蛋白, 受损细胞罪批等时, 这些小胶质细胞会被激活并发信号, 给其他同类细胞, 移到清除这些异常分子, 某些小胶质蛋白会聚集成较大的负责体, 成为炎症小体, 这些炎症小体的关键组成最一, 就是是Henicol所用的NLRP3蛋白, 炎症小体以活化免疫分子的形式, 产生并传递清除异常分子的信号, 正常情况下异常分子被清除后, 炎症小体就消失了, 在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 这些炎症小体, 似乎会保持激活状态, 继续产生炎症分子, 但不再履行正常的清除功能。 2013年, 小胶质细胞开始进入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员的视线, Henicol的论文显示阻断炎症, 能够缓解消除的 阿尔茨海默病病理学表现, 就在差不多同时, 这两项研究都将 巴仁池霸型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与一种名为TRDM2的基因联系起来, 而TRDM2产生的蛋白 就在小胶质细胞的细胞膜上, 这些研究同时引起了 神经科学家和免疫学家的关注, 神经免疫学这一化学科领域就此梦芽, 巨大的急于开启了。 Mikhaled Motioly说, 他现在在临近的Humanitas研究所的免疫部门, 开展神经科学项目, 他发现那里有缺乏特定免疫系统成分的各种小鼠模型, 过去免疫学家从未想过用他们来研究暴脑功能, 英雄还是恶棍, 小胶质细胞既然在正常状态下能够维持大脑良好秩序, 那么在阿尔茨海默病中为何成为了一股邪恶力量呢? 去年, Mikhaled Motioly及其同事发表研究成果, 提出了在他们的小鼠身上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机制, 他们发现活化的小胶质细胞所遗留的炎性参与物会形成小斑点, 这些斑点会形成新的悲铁淀粉药蛋白斑换, 从而将疾病传播到整个大脑, 而炎症又促进了更多有毒的悲铁淀粉药蛋白沉积。 现在, Henikon正与波恩大学的医医学家Ike Vets一起开发一种能阻止炎症小体形成的药物, 这不会影响小胶质细胞的正常功能, 只是阻断了他们招募其他同类细胞, 进行异常成分清除, 从而控制了败铁淀粉药蛋白炎症风暴。 Lets在2016年, 旅客人在波士顿共同成立了初创公司RFM Therapeutics, 去年被制药公司Bristol Myasquid收购, 目前已有一些阻止炎症小体形成的候选药物。 Lets和Henikon希望能在未来几年开始临床试验, 与此同时, 世界各地的神经免疫学家, 正是图对小胶质细胞的生物学特征, 进行进一步研究, 以确定是否能通过其他途径为阿尔茨海默B, 和其他神经腿形性疾病设计便利疗法。 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 可以通过增强小胶质细胞的健康功能, 来更有效地清除毒性电粉药蛋白, 而不是单纯的阻断炎症风暴。 两项小鼠和人体尸体检测试验发现, 痴急在大脑斑块周围的小胶质细胞,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亚实。 这些小胶质细胞, 某些基因的表达水平, 与其他小胶质细胞不同。 通过基因表达模式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些小胶质细胞, 可乎会努力上调正常的管加功能, 以清除斑换。 其中有的基因会消除细胞活化通路中的检查点, 有的基因位于损伤时别, 或异常分子吞噬通路中。 不论是那一种情况, 就基因表达模式来说, 小胶质细胞都在不断增强, 其管加功能力保护神经元。 以特列为茨曼科学研究所的 面移遗传学家李总阿米特表示, 这些基因中部分基因初变, 已经被确定为 人类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因素。 他此前主导了上述其中一项 关于基因表达模式的研究项目, 如果仍有人对小胶质细胞的 失质发生中的作用存在疑问, 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恶果? 那么以下这些文章可以提供答案, 不离是脑部的异常分子, 身体其他部位的炎症 也能够激活小胶质细胞。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生活中的感染负荷, 会增加晚年生活中 认知障碍或失智的风险。 4月早些时候, 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 Longjones, Mir和他的同事们发现, 降之多糖注入小鼠腹腔肉发炎症后, 小鼠脑部小胶质细胞中的基因表达, 也会出现持续变化。 即便LPS本身并未进入小鼠大脑, 低剂量的LPS注射, 会导致小鼠脑内被铁垫翻样, 带白和斑块的水平增加, 而高剂量注射作用则相反。 小胶质细胞还可能参与 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 因为研究人员在机尾缩厕所硬化, L科帕金森是病模型中, 得到类似的发现, Multioli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 小胶质细胞甚至可能与更广泛的脑部疾病有关系, 如罕见的神经发育障碍RED综合征, 也受蛋白沉寂严重反应风暴伤害。 Amid现在正在与产业界合作伙伴, 讨论如何增强小胶质细胞的管家功能, 恢复自然防御力, 有些科研人员担心在疾病晚期, 激活更多小胶质细胞, 可能加速疾病恶化。 Bio Tosky说, 他领导了上述另一项关于小胶质细胞经营表达的研究, 并且正在开发生物标记录, 以便在疾病不同阶段识别小胶质细胞, 他表示小胶质细胞的功能应当是加强还是被引致, 或者是否应当在疾病进展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策略, 目前仍不明确。 此外, 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 免疫系统在神经推行性疾病中的作用, 只依赖小胶质细胞。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学家Bio Tosky正在开发一种 异小胶质细胞为8点的阿尔茨海默病逆医疗法, 但他表示身体其他免疫系统的细胞, 猪肌细胞, 尽管在大脑中的数量非常少, 但也有可能与疾病相关。 尽管这些发现具有极大的临床转化意义, 但还面临两个挑战, 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中使用的小手模型 并不能很好的磨码人体情况, 但同时又很难招募到测试新疗法的核实患者。 这些不确定因素并没有打消科研人员的热情, 神经科学家们似乎看到了与肿瘤免疫疗法相似的情况。 肿瘤免疫疗法就是通过增强患者秘医系统, 以攻击肿瘤细胞, Nature 410.103法第415-86-018-04930-7 原文以 I.S. Friendly Firing, Dead Brain, Provoking Alzheimer's Disease 为标题,发布在 2018年4月24日的自然新闻特写上, 2018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Part of Springer Nature, Our Rights Reserved,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